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今天我们讲讲中国国内的一些 在我看来是令人心酸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大家都人嘛,所谓感同身受嘛 有些事情讲起来其实蛮心酸的 首先第一个事情是成都大学 一个党委书记叫做什么来着,毛洪涛 自己消逝了好几天 然后找不到人,身不见人,死不见尸 然后终于找到了,在一个什么河边 人已经死了,肯定是自杀身亡 跳水自尽了 然后各种说法都有,而且有趣的是 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走向的自杀 这么一个困境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说一说 尤其是我这种在机关呆过的人 首先我们看到他自己留下了一封遗书 其实也不叫遗书吧 叫做你自己准备死之前 要把对手再搞一把 看这个习包子或者是四川省的领导 会长不长眼睛,说不定以死相拼 大概是这么一个怒境 以我对土工的官员的了解 大概其就说我要准备死了 我要自杀了,我还不倒50 但是我不想活了 因为在这个成都大学 我跟这个校长玩不下去了 我是党委书记 本来这个中国的大学都是党委领导下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制 是这么一个逻辑 虽然一个大学里面校长的权力很大 但是你别忘了是党委领导下的 就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单位 尤其是体制内的单位 党委书记永远都是老大 这个校长或者是市长或者是县长 乡长什么的都比党委书记位置要弱很多 所以我这些年我在机关待那么多年 我见多了一个地方上的党委书记 与那个地方的行政首老 行政长官之间的生死搏斗 那真是我可以车子来抖量 一个一个的段子说成了 不知道要说多久 所以我看到毛洪涛这么一个党委书记 和一个校长干起来了 然后居然这个党委书记没干过他 还有而且哭哭啼啼的 说了一大堆冤屈 说了一大堆痛苦 然后还做自己代表的正义 然后说自己被打压 我觉得特别奇怪 是不是这个人太没本事了 好像是一个书生 但是我查了他的简历 他是在地方上干过宣传部长的人 是正二班的党棍 这种党棍怎么会干不过校长呢 我觉得特别奇怪 真是我想不通 这什么逻辑都是 而且居然就干不下去 而且以死相拼 是这么一个路数 而且他还说这个姓王的校长 之前赶走了三任党委书记 每一任党委书记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他跟校长干了大概一年多时间 最后也承认自己不是校长的对手 说明校长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在成都大学这个地方盘根错节 他真的是培养了所有的党羽 所有的重要的岗位都在他的手上 所以新调过去一个党委书记 虽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制 但是党委书记一般说话算不了 就是叫做水都泼不进的 这么一个极乐的一个集团 这是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就是这个姓王的校长 可能在成都市啊 或者在四川省啊 有了不得的一个政府关系啊 或者是朝中有人啊 背后有腰杆子撑着 我估计是这样子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关于这个姓王的资料并不多 只是在谈这个姓毛的毛洪涛啊 这个名字挺搞笑的 这个年纪的人啊 姓毛洪涛 一看就文革那一代人啊 就我这个年纪的人 哎呦我觉得真是 我觉得他死的很可笑啊 我不是说一个人死了嘲笑他啊 多大个事啊是不是 你一个党委书记 在这个地方干两年呢 肯定要调你走的 你换一个地方 又可以左官 又可以搞女人 又可以贪污 多好啊 你为犯不着就这么死了 所以我觉得我看不懂 背后我认为还有别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这个人都死了 据说要开始开追导会了 校方都已经给了给了他的一个 一个小总结 人身小总结 说的还挺好听 所以这个事不简单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身的 我说了嘛 我今天讲的不是去骂土共 这帮狗腿子啊 我想说是脑苦愁烦啊 你说人一辈子 你好不容易 你往上爬爬爬爬 你看毛洪涛那个文字啊 一个党委书记 就没几句话是有才华的 有才气的 就是一个 在我看来 就大概相当于我度高一的 这么一个水平 真的 就这么一个水平 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还没有 那篇文章都捏不拢的 就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自我感觉特别好 然后就这也懂那也懂 你让他写篇文章 他写不拢的 他既没有语言风格 也没有结构 就是像他这个 在在在那个河边洗衣服的 一个大妈一样的 就去叙叙叨叨 去说几句 你很惊讶啊 就这么一个人 他文章都写不拢 完了以后 他就还当宣传部长 而且他还去当一个大学的 党委书记 你说好歹一个大学 也是个大学吧 成都大学这个这个名字 对我来说是 印象很深刻的啊 因为我的最好的朋友啊 这个王仪牧师 以前就是成都大学的老师 后来他辞职了 然后去呢 休育之福 去当牧师去了 去传福音去了 所以我不止一次听过 我问过他 我说在大学当老师什么感觉 他说没任何感觉 毫无意义 一天到晚没有任何意思 你知道王仪在法学方面的训练 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啊 也是很有才华的啊 他的文章在没有这个当牧师之前呢 他的文章里面有几个很明显的知识结构啊 所以我们说写文章里要有知识结构的 王仪的知识结构就是首先 他对这个法学这个东西啊 尤其是法学思想史是很熟悉的 而且可以说是信手念来的感觉啊 第二个呢王仪是个文艺青年 他有很好的一个审美的这么一个 就是文学审美或者文字审美 这文字这个东西你是要有风格的 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文字有风格 让自己的文字有辨识度 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王仪的那种文章的那种文艺审美啊 那种这个文学青年的那种感觉 那是相当醒目的啊 一看就知道是王仪的文字 你不用看名字 你看到一篇王仪的文章 你不用去看到底是谁写的 你就读那么两句 你知道这肯定是啊王仪写的 他是个非常有鲜明的文本风格的人啊 这叫做什么叫才气 这叫才气 第三就是王仪呢 他有一些公共的一些对事物的 一些批判批判的精神也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如果王仪如果不当牧师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想者 是个非常好的作家 他要他干什么都行 我跟你说 他的诗歌也写的好都不得了啊 虽然他老夸我的诗写的好 但是他的诗也是写的相当不错的啊 所以他就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从成都大学辞职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奇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人就是 传道授业解惑嘛 是不是 为什么他不当老师呢 多有趣啊 啊 然后天天跟一些年轻人在一块 叫他们怎么思考 不干了呢 当牧师去了 说明说明这个传福音当牧师 比当大学老师更重要 成都大学由此去进入我的视野 成都大学在这个大学的这个级别上面 是不是很高的一个学校啊 应该是啊 所以这会冒出这么大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 同样都是成都大学 你会看到成都大学的顶级人物 一个党委书记 一个这个所谓的大学校长 两个人斗的不亦乐乎 然后真是啊 党委书记绝对是以死相拼 那由此可见 这个校长干党委书记的时候 那可是也是了无得的这个全毛啊 觉得你想你都把一个党委书记 能够逼上绝路 你该有多大的本事啊 你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有什么意思呢 你何必呢 人都是要死呀 所以你在这个意思 你看王爷同样是成都大学老师 早早就离开了大学 然后找到自己最钟爱的工作 把自己的才华生命 一切的一切都献给上帝 这是一个懂不一样的风景啊 你说你啊 我都能想象 如果王爷那个时候不许做牧师 就在成都大学当老师 就当公知 就当一作家 那可能有一定的知名度啊 文章也写的不错啊 然后出去也有 所以很多漂亮的联系的小姑娘 找到签字啊 他享受这种公知的角色啊 想出这种这个一见点秀的这个风采啊 那多风光的一件事情 那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特别的理解王爷牧师 为什么要走向牧师这个位置 因为人生就是劳苦愁烦 你想想这个校长 你想想这个党委书记 他都已经做到做官做到这个水平了 可以了吗 是不是你又没什么朝中 为什么你又不是红二代 你能做到一个大学党委书记不错了吗 是不是 不知足的 人就是这样子的 特别没意思 人生任何一个人都劳苦愁烦 我这个人信主 我告诉你 我第一次去教会 牧师什么也没讲 就念了这段话 凡是劳苦当众的 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然后我一瞬间我就相信了上帝 我就看见了耶稣 我就知道上帝的手在安慰我 真的 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骄傲 没有任何的自信 没有任何的反抗 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问题 牧师还问我你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没问题 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 人生就是老虎仇烦 所以后来我自己开始琢磨起来以后 我就想 其实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人生的矿位 体会到了生活的矿位 真的 人生就四个字 老虎仇烦 你如果离开了上帝的安慰 你没有安慰 上哪儿你也找不到安慰 真的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 除了愁苦 就是愁苦 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上帝的手 真的就像一个巨大的避风港一样 让我可以靠着他 让我可以牵着他的手 我像小孩子一样 我就像我小时候牵着我爸爸的手一样 我这时候牵着上帝的手 牵着耶稣基督的手 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任何理由 按照一般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的风景的话 我这样假装是一个公知 假装是个世人 假装是个意见免修的人 你应该有一堆的问题 是不是 你一个月不断的拼命的提问题 你应该在教科里面跟牧师要吵起来 要辩论起来 我半句话都不想说 我就是除了感动就是感动 我除了掉眼泪就是掉眼泪 我真的在这句话面前 我体会到了无以复加的那种人生的绝望 体会到人生的脑苦愁烦 体会到一种无知感和一种 尤其是体会到无力感 我一点的力量都没有 我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我还想那么大事干嘛呢 所以信仰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太重要了 我迅速就抓住了他 我是少数几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信主 没有任何问题的 据说我给你信主他都一堆的问题 这个说了一堆的奇奇怪怪的话 他说有一天从这个书架上面 高高的摔下了以后 才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什么力量 这时候他才在地上开始祷告 才信主我可没有 我跟雨节讲的时候 我说我三分钟 三分钟是什么意思 就是牧师念完的这句话 完了以后就简单解释一下 就三分钟 然后问我你信吗 我说我信就三分钟 我三分钟就信了上帝 我真的非常简单 所以对于我来说是很信任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体会到了人生的劳苦抽烦 因为我不像他们 你看王仪的起点多高 上来就是大学老师 名校毕业大学老师年轻有为 我是野鸡大学毕业的 我是一路靠自己摸爬滚打爬上来的 我感受了人间的辛苦 生存的艰难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侵诈 然后冷漠 鄙视各种 我真是曾经的人 人间百胎 我真的一点 我在人世间找不到一个朋友 而且我那个时候 我的父亲去世了 我父亲没去世的时候 我觉得父亲是我的港关 是我的靠山 我有时候太绝望 那时候我就想回去跟我爸说说话 可是我父亲走的太早了 六十多一点就走了 然后就留下我这么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茫茫人海这种 我没有一点点指望 所以我觉得一切的一切 在那个时候就恰到好处的 就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去教会坐坐吧 我一去我就爱上上帝了 我就走进了圣经之门 你说我是不是个很有福气的人 这其中最感动我的就这句话 老苦愁烦 因为我们一路就这么说过来 我再讲几句 讲几个老苦愁烦的事情 比如说最近中国这些年不是炒房子吗 中国每个人都想买房子吧 中国人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每个人在人生最大的理想 最高的成功标志之一 普通老百姓啊 就是很早就要买一套房子 没有房子感觉没有人生似的 但是今年我告诉你啊 中国出现了好多好多套法拍房 那什么是法拍房啊 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他要贷款 贷款的银行要贷 但是他买了房子以后 由于贷款太多 或者由于自己的收入不行 由于失业 反正有各种过程 由于生病 就是所有你一切一切 所得想到的老苦愁烦 反正全都来到这些买了房子的人身上 然后导致他们还不起房贷了 还不起房贷怎么办呢 我们买过房子的人知道 你带了款以后你是第一产权人 银行是这个什么 他产权是第二产权人 你还不起房贷 银行要把你房子收回 可是银行把房子收回 它没有意义的 银行不可能储存房子的 银行是储存什么 银行是储存货币的 是储存钱的 银行必须要把任何东西都变成现金 放在银行里面 叫准备金嘛 是不是 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银行不会除了黄金和钱 他不会存其他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时候银行的房子收回来以后 他必须要把它拍卖出去 那谁来拍卖 银行自己不那么拍卖 所以法院来拍卖 所以现在中国成立了一个法派房地产 法派网 好像是阿里巴巴来做的 那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 法院和阿里巴巴联合起来的一个 这么一个专门拍房子的机构 当然也可能拍卖其他的东西 你说他有个数据 说2017年的时候全国只有9000套房子 2017年的时候 那就说明2017年大家还房贷的能力还不错 全国这么大个国家只有9000套房子 到2018年那就涨起来了 但是也只有2万套房子是法派房 就是全国啊 说明2018年大家还房的能力还不错 当然2019年也只有50万套房子 你知道吗 就是到了今年2020年 突然标升到全国标升到 就是127万套房子 翻了好几倍 知道的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明性的 和象征性的和标志性的事件 全全中国有127万套房子 进入法派的流程 银行要收回资金 就意味着有127万个家庭 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就意味着有127万个家庭的 他没有钱来还房贷 你想想这是个非常大的数据 而且127万个家庭 背后每个家庭还有多少人 他们住哪里去他们吃什么 而且你要知道一个房 一个房子进入法派以后 银行他是非常低的价格派出去的 他只是为了收回他当年的贷款 至于你这个买房子 你当年的首付就是随风而去 而且你是绝对是要赔本的 不仅是你的首付收不回来 你过去你还的房贷 每一个月的房贷 本金和你当月交的利息 都要随风而逝 你就完全是一种赔本买卖 你想想人生多不容易 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 我第一套房子也是在北京买的房子 也是贷款买的呀 我特别记得我当时的感觉 我不敢贷太多的款 我就贷了29万块钱 因为我大概算了一下每个月 能还个3000多块钱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能搞定 3000多块钱嘛 你就坑直坑直 多写几篇稿子呗 如果3000 我当时说3000多块钱 如果一个月有6000万元收入 我用一半的房子 一半的钱来还房贷 还有一半的钱过日子 就不错了嘛 是吧 那很早啊 很早很早的事情啊 你要想好 现在年轻人他不知道 他对自己未来的收益 他过高的估计 一上来贷款 贷200万 200万哥哥 你一个月还多少钱呢 如果你一旦失业 你房子马上就还不去贷款 银行马上要收回 一点都不客气 你整个就倾家荡产 你过去所有的赚的钱 和你未来的生活 全部回一旦 这叫做好苦臭烦 真的 我有点想起来 其实我真的是 为年轻人感到非常的悲伤 那么第三呢 还有一个老苦愁烦的事情 叫什么呢 就是说今年大概全国有80万个 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啊 年轻人啊 美国留学 新加坡 新西兰啊 或者是马来西 或者日本或者韩国 反正全世界都有嘛 留学有80万人 他们留完学了以后 要回来 在国外找不到工作 也拿不到拘幼症啊 是吧 必须要回来 但是回来面临个怎样的处境呢 就回来的那一天 就是失业的那一天 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80万人 留学生呢 找不到工作 这一切的一切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 就2020年 中国已经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当然 所以你这些法派房和这个留学生 他其实一会是 就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多辛苦的人生了 真的 我说无数次的 最苦最苦的 就是90后 00后 尤其是90后 80后的末尾的人 和整个90后是非常辛苦的 你们赶上了西包子这么一个蠢逼 赶上了西包子这么一个处 是他乱搞 他让你们没有收入 让你们没有工作 让你们一点点希望都没有 让你们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真的人生是劳苦愁烦 所以我成这样的一个主日啊 我分享一些我的信仰的体验 我真的最感动我的就是这句话 凡是劳苦当中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所以这个基督教他有个很著名的一个 一个关键词叫安慰 知道吧 安慰 你人生没有安慰的 你以为你父亲会给你安慰吗 你以为男女男还女爱会给你安慰 都没有的 最可好的安慰就是来自于上帝 所以我觉得每个年轻人这时候你要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这么苦 我的灵魂在何处安放 我的人生怎样去寻找生存之地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谢谢大家